2D的物件 可是在3D你要剪 哇 太麻烦了 所以你一般会用什么 用插级 把它插级掉 把它去掉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留下 我希望做出来最后是怎么样呢 我希望做出来是这个部分 然后把这个部分给去掉 所以会不会挖掉另外一边的话 就可以用所谓的插级 那插级指令 特别注意点一下插级 然后呢 第一个它会出现什么 选取从中减去实体 曲面面欲等等 哇 你们 我是记这样的 比较好记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留下来先选 你要去掉的后选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留下这个 我就先选它 按空白键 然后呢 要减去的是它 点它一下 按空白键 这样的话就去掉了 就是点一下插级 它基本上留成这样 第一个插级 然后呢 选一下要留的 要留的就是它 对不对 选到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空白键 然后要扣掉的就是它 选它一下 按空白键 这样就挖掉了 OK 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 以后你要挖掉什么 就直接给它一个形状 再插级掉就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连级 再来是插级 交级 顾名思义 所谓的交级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这两个之间 它们重叠的地方 所以呢 接下来交级 交级的话 它问你要选取 那就把这两个选起来 按空白键 就剩这样子 OK 所以连级 插级 交级 那不过插级用的最多 因为我们可以把不要的部分给插 插级掉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就可以分别画一个圆柱 复制 先复制两个 再复制两个 再复制两个 那就练习那个连级 跟交级 还有所谓的插级 就是纠嫌 altre药 然后均匀都隆重 对我的船得分得也 revealed 他们帮助襟那营 感硬帮助襟 准确nant现在 冬痘 Значит 吉尾